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这项研究已经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里 除了支气管 肺部对外科医生来说 因为颅底骨的构造相当复杂 颅底肿瘤也是高难度的手术 瓦尔达斯特里教授说 只要软管的直径愈小 这项手术就愈容易达成 而团队正在研究的机器手臂 可以在不破坏正常神经血管构造的前提下切除肿瘤 瓦尔达斯特里说明 导管直径愈小 更能深入人体治疗 就像提到的支气管和肺部周围的检查 这些都是目前一般的医疗无法做到的 目前的软管直径为4.5公里 只能深入到支气管的第一节 瓦尔达斯特里教授也说 今年已经计划与美国范德比大学合作 将机器手臂的概念运用于五位自愿受试者身上 里兹大学的研究人员 也正在申请肺部手术治疗的动物实验 健康生活编辑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